首艺人 来 先让我们认识台上的这两位首艺人嘉宾 大卫老师好 各位老板好 我叫言语虎 来自河南郑州 大家好 我叫李高强 来自河南郑州 掌声欢迎 欢迎言语虎和李高强 大家看啊 我身边这有一幅画 周围同学 起立 到 告诉老师 这是什么呀 咕咕鸡 咕咕鸡 咕咕咕鸡 大公鸡 好 周围同学回答对了 请坐 叶子龙同学 这上面是什么呀 牛 你看 你作为眼科医生 你的这个实力还不过关 是羊 这上面画的是什么 谁能看出来 红叶 樱桃 荔枝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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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小老鼠 你怎么是老鼠了 老师上面的老鼠 要是光考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是什么 这太简单了 我们这个环节就不能叫了不起的手里人 你看我手啊 摸着的感觉啊 这不就油画吗 哎 栩栩如胜 不对 我是有一个手有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啊 不是 这真的鸡毛 怎么回事 我吹一下 我吹一下 各位看啊 哎 哎 啊 鸡毛还动 是真的 有羽毛 到底是什么 什么画 什么做的 接下来我们邀请两位企业家 来 举手自高奋勇 谁来 来 我来 我来 这 这 来 我来 业院吧 好 来 来 来 到台上来 近距离地观察一下 难道是标本 因为刚才这一画一上来 我就过来看了一着 因为我以前有过一幅类似这样的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那个是 是这个 就是雄庵地区 它不有白羊垫吗 白羊垫 它用那个芦苇 芦苇子 芦苇子做的画 它们就叫芦苇画 芦苇画 对 所以说呢 我认为它是某种植物染了色做的 但是 壳染了色做的 但是它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玉米干 玉米干 玉米干 或者是那个竹竿的那种竹子 好 有请我们的盐玉虎 你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这到底是什么画 这是用高粱杆做的高粱杆画 高粱杆 高粱杆 我今天挺点轻 我说我就是玉米干 你是只用高粱杆吗 对 完全都是用高粱杆做的 连高粱的叶都不带用的 对 哦 杨蓉你好厉害啊 如果说是高粱杆做的话 我们在这些光滑的表面上 可以认为 它是用这个杆压平了以后做的 但你看这儿 还有很多细细的 像绒毛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考验功夫了 哎 可是高粱杆 为什么春起来 会有羽毛般的感觉呢 对啊 这很炫滑 这个我们一会儿就要来讲啊 先感谢叶远和杨蓉 谢谢 有水平啊 这个真的想不到啊 我也带着同样的好奇 要接下来来采访一下 我们的二位嘉宾 首先请玉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高粱杆画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出现呢 它大概起源于明末清初 就是明末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边有编席的那种高粱 就是每家你像结婚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习俗 有一个圈床席 床头那有一圈席 就是上面编的有各种图案 你像有双鞋啊 有那个柜子啊 有那个东西 然后慢慢地开始 把这高粱杆慢慢地就粘成画了 然后就以画的形式来表现了 那您和高粱杆画之间的关系是 我是这个项目的飞翼传承人 哦 飞翼传承人 到人是第七代 第七代了 对 当时是什么原因学的 就是我们家以前坐着的时候 就是我爷爷那一代突然间 就是到我爸这一代就不去做了 因为那时候做这个东西就是 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就是 也就是当一个爱好人 没有市场 对 到我父亲这一代的时候 本来他的职业不是做这个画的 但是他有那么一种情怀吧 就是说想再把它给复原一下 就是别断了 就是别断了就是这个 慢慢地复原 然后就用工艺上 也进行了一定的革新 嗯 最后就是传到您这儿了 第七代了 哦 对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这高粱杆画的 我大概十五六岁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学了美术嘛 大学我学的是雕塑 做这个东西必须需要有一定的美术功底 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得更精细就是 毕业之后 直接就接过家里的这个 被遗传承的项目了吗 毕业之后 犹豫有犹豫就是大学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我们很多同学因为 他们一毕业去一些画版待课 就收入也挺好的 就是我就想跟他们一块去 就是我们老师 他知道就是我在做这个东西嘛 他说你就做这个吧 他说你就做 然后你没有平台 他说我可以给你找到以后 然后就是我 我也从那儿就慢慢地坚持下来了 就是 到去年你才刚刚把这个技艺算是学得比较成熟 对 我们就拿我身边这个 大极图 这幅画来说 要制作一幅高亮杆的画 它的大概流程是怎么样的 做高亮画的时候就是首先第一个是选材 高亮杆上面的颜色全是自然的 就是没有进步染色 对 有些红的颜色是吧 你早砍了 就晒干之后 它可能就不是红颜色 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颜色了 但是有的这种红颜色 你要让它使劲长 它能长成一种那种紫黑色 就是那时候我们再把它砍掉 这个地是你自己的地吗 对 是我自己种的 那你这个地的话 就是不以收高亮为目标 是以为了收高亮的那个杆的皮为目标了 对 可以这么说就是 量够嘛 还是说需要再去别人家地里 你再收购 对 因为我们家有地 有四亩地 然后基本上每年都是种高亮 然后我们收过来这个高亮之后 先把它就是抛开 把那个瓶给去掉 刮过之后 如果需要就是像那种动物是吧 我们需要抽丝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这鸡 大鸡图的鸡的这个部分是吧 鸡的那个尾巴上就需要抽丝 然后下部开始绘图 把图治好之后是吧 就有的就需要我们去贴 平贴 鸡爪啊 鸡瓜啊 就是说这个都是平贴 平贴的 对 然后你像鸡尾巴啊 就是这样鸡的那个负语啊 都是蓬松的 我们需要它有空间 就是说我们只贴一个头 这样就是可以吹起来 对对 你可以一吹它就动 像你做的一幅画的话 需要大概多久的时间 需要多长的时间 这个大鸡头的话大概一个礼拜 那个是你们的话 这是一个人做还是几个人做呀 就是我爸 我妈有的时候他又处理这个东西 他处理好我去我去沾 那个旁边这个大哥是干什么的 是帮你种高粱的吗 不是 这我们是就是 这是我的校友 也是我们正大毕业的 校友啊 我还以为人家拭目地的高粱 都是他种的 高强现在跟玉虎在一块承担 哪方面的工作 我主要做这个商业的开发 和运营的管理 商业开发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我很感兴趣 对 这个我也很感兴趣 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高粱杆化呢 因为全国目前 应该只有我们能做 它最主要的护城河是什么呢 第一是高粱的品种 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高粱 就能够种出来这样的高粱 我们是原种高粱 这个高粱我们已经种了 将近200家的高粱 刚才玉虎讲了 它简单的处理的方式 实际上是很精细的 我们也带了那个材料 让各位企业家 朋友和老师可以看一下 我打开这么小面积 感觉做得特别精致 是吧 对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你们的抖音账号开了吗 抖音我开了 但是我没有坚持多久 又花了一段 要坚持下去 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用担心 这个手艺养不活自己了 现在的就是收入水平 是大概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是通过就是别人 就是说转手 就是他们卖的 我们就是 批发是代销是吗 对 我们就是说 只划新批发给它 是1500块钱左右 就是 对 所以刚才惠斯说的 那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 在菲尼也录过做那个瓷器的 他们在这个抖音的账号 有很大量的粉丝 对 然后每个月几万块钱的收入 对他们来讲 他们还没有做商业化呢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你这个创作过程 如果拍出来的话 你们也会收入大量的粉丝的 郭总您讲的这个很对 第一呢 因为我们去年才开始 把这个整个商业标准化 之前那时候呢 是完全依靠 就是个别的手工艺人 比如说玉虎 他自己能够去做 但是从今年开始呢 我们把处理的 这种机器化 能把一些抽丝法呀 别的发明完专利 然后处理完之后 我们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 农村剩余的劳动力 他们都可以来去做 这些经济化的 甚至一些残疾人 他们第一呢 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室做 第二的话 如果是不方便的话 你想他可以在家做 计价付费 所以说这样对他来说 就可以解决很多的劳动力 对所以说从今年开始 我们要进行 相对大规模的商业化的运作 我们未来的计划呢 就是要做成 相当于中国版的乐高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做基础的 这种高栏杆画 大朋友做 有挑战的 像我们那些老种们在家 也可以自己来做 做完之后 可以送给别的朋友 它的门口是怎么样 对吧 它的制作工艺 难易度怎么样 对我们提前 已经做了相应的部署 哇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全部是手绘的 图屑 我们的视频 图纸 图纸 对您看一下 鸟的翅膀 这是那个猪雀图 就这个做的这个 这个画的图纸 而且呢 你看他给我们看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半成品 对对对 您拿回去直接粘就可以 对所以这个其实操作起来 还蛮简单的 对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这个的保存 它能保存多久啊 这个是保存的话 如果你框起来的话 基本上保存个一两百年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那个 我是需要就是也像那种画一样 对 你要有个框带个玻璃罩着它 把框 其实我感觉你这个项目整体啊 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意义 它是把飞移那么高的一个 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它把它商品化 对 然后拿到我们的身边 甚至孩子身边 甚至还可以做工艺 对的 是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整体里面 可能在宣传的渠道 和你们的营销渠道上 是要下大功夫的 没错 因为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 还是太新了 怎么让大家知道 产生购买 产生粘性 渠道很重要 固然很重要 当然关键是你的内容 就是说你整个的 这个内容营销 你要讲这个故事 现在你飞移传承人 这个身份是很值钱的 我感觉要先把你自己的收入提高 你自己的画的价格提高 你自己的画都卖不上钱 都不具备 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去收藏 那很难 所以要把你这个IP 先给打造起来 然后再考虑去普惠 然后再去接地气 然后最后才是乐高 刚刚都提到了一个IP的概念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做IP 但是我们的产品 本身是具备IP属性的 所以我其实是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 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团队 还没有打磨得非常好的情况下 咱们围绕着产品来去做文章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很多IP 去做一些跨界 实际上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营销手段 归纳大家的建议 让你们的产品在接地气的同时 先养活自己 先让这门飞移 咱不用说远了 养活你们 能够让那些接触到这个门类的 比如说残障人士 农村的那些留守妇女 能够从中获益 我觉得乐高不乐高放一边 能够造福咱们广大群众 我觉得这就是你们的成功的 非常好的一点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咱们想着再怎么样推向市场 进一步地能够为大家所认可 对吧 大卫老师 我觉得他们俩还是值得鼓励的 就像刚才那个 他提到很多大学生毕业生 他们去办画室了 然后去赚了一些钱 然后其实蛮有诱惑的 我觉得不管说 这个项目成功与否 其实他们的初心 就是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让我们大家未来玩法 会越来越多 那这里面他们付出了 他们的这个很多的心血 然后呢 希望你们的那个事业 会更加丰顺 说到这儿 今天既然带来了这个高亮杆画 接下来 我们要邀请两位企业家 到台上来亲自体验一下 来 有请贾君和惠思 欢迎二位企业家到台上来 亲自地感受一下 如何制作高亮杆画 教一下大家做这个鸡的眼睛 画鸡点睛 把这个你看这个黄色的贴上 然后和一个黑色的贴上就行了 这不就是弄鸡眼吗 对 把这个胶 近距离见证了 这个鸡眼有四层 对 你在我做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的两岁半的小孩子 对 在练习手和腕啊 手眼协调啊 所以我觉得你是非常适合 做一个教育产品的 对 小孩子大概两岁半开始使用工具啊 我今天 贾总的眼神不错呀 都不带老花镜 他不用啊 两岁半的回到两岁半的年代 这个一定是 对 而且贾总刚刚在做的时候 我特别明显地感觉到 这个用胶的多少啊 这个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手艺的 对 考验手艺的活 对 这个也有很多的神美 对称等等 这战完了吗 战完了 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鸡的眼睛 二位共同完成的鸡眼 厉害厉害厉害 谁说不好谁戒 好 感谢贾君和惠思 你这幅图啊 成功 再往后卖的时候 这就更值钱了 这是我们非你莫属的两位女企业家 连妹制作完成的 而且是最后的点睛之笔 是我们完成的 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大家对你们的画特别感兴趣 也没有这个拍卖的想法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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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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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今天愿意拿出一些作品 让我们的企业家来拍一下吗 可以 可以 后面还有很多 有一个 你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来 玉虎 来来来 跟高强选一下 除了大吉图以外 哦 哎哎 螳螂捕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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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群小鸭子 东国湖边除丫欢 郑州上边有一个湖 对 叫东国湖 还有这个小狗这个 小狗旺财 好看好看 好 来 再来 这个应该是小鸡吃米图了吧 这是子母鸡图 子母鸡图 子母鸡图 有没有跟生效 哎 我觉得这个好 牛年 农历牛年 这是老黄牛吧 对 老黄牛 对 虚意义也好 而且呢 各位企业家在日常的经营当中 也应该发扬和弘扬 老黄牛的这种精神 对吧 我建议这幅图 作为参拍的画作之一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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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定一个起拍价 我们定价365 每天牛就牛 这个合适 这个合适 365啊 好 我以为他说 让我们365天 像老黄牛一样 勤勤恳恳地工作 不许纠家 他不这么说 大家不都也是这样吗 那应该是395天 每天都牛气冲天 来 对 365元的这幅 老黄牛高亮杆画 各位 竞拍开始 666 800 800 1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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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1002 1002 一次 1288 我有个小请求 那个小羊我能要了吗 因为我女儿属羊的 其实我一直等那个小羊 我就怕你不卖了 就是我两幅回忆 就是拍这个 他真是买一个送一样 送一幅 能行吗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大卫老师 我也希望拍这牛 送一羊 因为我太太属羊的 我送她 但是我拍的价钱 这也会有意义 因为我今年55岁 我希望未来10年 都牛气冲天 那你就55 所以我在365之后 加一零 365 365 对 这样的话 我保证我10年牛 让给优异十足 希望大家别再跟我争了 对 3650元 我干到退休 超过3650 就能让叶子龙 赌心一辈子 除了非你莫属 还哪能找得到 这样的好机会 可是 加一块钱 都可能让他赌心 像我这样的人员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3650一次 3千8 好 好 好 等等 那个 你等等我说完吧 你要送给我 我知道 我束钮 我把那个牛拿了 然后那个羊呢 就送给你太太 你看 叶总 叶总的太太 怎么能让往上放手 不但是堵心你 是吧 还能在你太太面前 献了一把殷琴 这3千8花的 叶总可以 我要是你 我验不下这部剧 你不知道 他是来报仇的 他都 因为他女朋友在网站 做完计刃以后 就跟他分了 因为我女朋友 终于看见到我的本事了 3千8 两次 叶远 未来十年 扯平了 可值啊 好 3千8 恭喜王上风先生 敬得到我们严玉虎 谢谢 新手制作的 这一幅赞 就是老黄牛的高亮杆画 然后呢 我们也另附赠他一张 小羊的这个 对 好吧 好 祝贺王上风先生 也感谢严玉虎和李高强 今天来到我们飞你莫属 在这个了不起的 手艺人展示环节 为我们揭秘了高亮杆画 以及他的历史 还有他的发展现状 最后呢 衷心的希望 你们能够不负自己的誓言 终有一天能够做成 中国版的乐高 感谢你们来到飞你莫属 谢谢 再见